大家好,這次跟大家玩一隻策略玩法的卡牌遊戲 就是金像傳說 剛剛開玩了幾天,有興趣可以在這條影片的內容有連結可以下載 我自己已經玩了一會 跟大家說一下玩法是怎樣的 攻略關卡的時候我覺得遊戲是做了頗有心思 它會講述一點歷史背景,以及都會有過場CG 戰鬥前需要佈陣,暫時我就可以放到7個武將上陣 最簡單,近戰的武將要放前排 發動康芙漢塞的組合,是會提升到我們的攻擊力 接著遠距離我們就要放在後面 發動藍蠻之主 接著我們還要看敵方的排陣是怎樣的 可以看到下面這個位置是刺激的 如果這個時候我們放一些行動快的武將在這行 它就會繞去敵人後面攻擊對方,這個是很好的戰術 所以大家開戰之前就要看看敵方是怎樣排陣 可能會被我們有機可乘 在我們佈陣畫面最左方就是我們的軍師 軍師是可以讓我們選擇的,一開始就是水鏡先生 之後我會拿到章寶,不同軍師就會有不同的絕技 我們遲些再看,我現在先用水鏡先生 開戰 進入戰場,普通攻擊就會自動 我們需要留意右下角,有些不同的技能給我們使用 只要按著技能拖出來,就會施放技能 先打一加攻擊 再電一下 先打一加攻擊 出技能的時候就會消耗技能,大家就計算利用 出一個大絕招 這裡都十拿九找,不過都放多一個技能 繼續加攻擊 玩法就是這麼簡單,大家應該一看就會明白 講完玩法,我就先抽一抽武將 因為現在我只有七個武將已經全部上陣了,他會不會抽到一些厲害的武將回來 大家抽之前留意,我們最好就在右上角這個位置 換了球研鳴 一次過買十張的話是會便宜一點 以及這遊戲也送很多的原步 如果想放一點的話,我看到剛剛收了一個訊息 就說去官網處值會有20%的現金券回來,就會比較好 其實就在遊戲裡面,我自己都已經儲了有30抽 再加上賣多20抽 一個50抽,看看可以抽到什麼厲害的武將回來 第一次10抽 我看到他好像座底有兩個厲害人 三星的曹聰 接著抽到暴連絲 抽到三個完整的角色,一個就是三星的曹聰 接著有暴連絲和竹蓉,不過竹蓉就原本又變成碎片 再來第20抽 出了張星彩 熟國遠程攻擊 哇,抽到小喬 都是弓箭手 第30抽 抽到點位 兩星變三星 是一個坦,我就可以放在前排 最後來到一個紫杖 第40抽 哇,今次我抽到兩個小喬 最後第50抽 抽到周倉 抽完50抽,看來我跟小喬就很有緣 現在一共有65塊碎片 星星 他就變成了三星的角色 剛才我提過有不同的軍師 其實現在有個七天登入活動 第三天就已經可以拿到周瑜 今天我就是第三天,先拿到他 第二天登入就有孫尚香,我已經拿到了 另外去到第七天就可以拿到五國最強的攻守 好,金靈的 首先看看軍師 我一開始就用水鏡先生 轉一下周瑜 轉了他之後我們還需要培養 進來這裡 消耗這個計謀心耀就可以升級到 取得的方法就可以玩競技場又或者演武 看看周瑜 第一招火計就可以對範圍內所有敵方的單位造成600的鏡謀傷害 以及會燒他們5秒,每秒扣200多 第二招古覺增鳴就可以令到範圍內的幾方必定暴擊 第三招休風就有學習條件 需要升到39層 最後大招就是烈焰飛羽 令到我們弓箭手,改用火箭以及提高200%的攻速 看完軍師,接著我們看看剛才跟我很有緣的小喬 天賦技能就是破軍哥基 他攻擊的時候就會製造陰符 陰符範圍內敵方單位所受到的傷害會提高 以及每隔兩秒就會受到高壓的智力傷害 除了要升等級和進階之外,其實還有一件事叫統兵 在統兵位置就可以訓練士兵,我們就要消耗銀幣 抽完武裝就升等級 其實這遊戲就很著重排陣 以及施放技能的時機 大家如果想熟習的話,在畫面左邊就有個演武場的玩法 是會根據大家的等級去慢慢提升難度 我們不如先看看這個禮君篇 訓練的要點就是根據敵方主將技能的特性 選擇可以克制敵方的主將上場,這樣就會比較容易贏 在這裡看到馬超可以對目標部隊造成攻壓傷害 泰史池可以用自身的部隊免疫幾次的傷害 以及受到近線單位攻擊的時候 泰史池會進行反擊 敵方陣容只有一個,就是馬超 因為這關玩法我們只可以上陣一個武裝,所以就放泰史池出來 開箭 看電影 因為我們免疫了攻擊的關係,所以一個反擊打敗了馬超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有空就進來這裡玩一下 重溫一下戰法 對排陣有多大幫助 除了主線打副本之外,其實我覺得沙盤掩墓都很棒 因為沙盤掩墓這裡,我們是有機會拿一些寶物可以裝備 現在我應該就要打吳國的軍營 對面總戰力3000多,其實亂來都可以 我也重新排陣,因為剛才我們抽了新角色 前排一定要放一個坦 放這一格,頂著對面的騎兵和近戰 還有這裡的玩法因為好像打塔一樣 大部分武將打完一關之後 被人扣了血是不會霉血的 盾兵就例外,所以我們一定要派出盾兵出來頂著敵方 上面有一個軍師,我就把曹聰放最頂,讓衝鋒陷陣 後面這裡就是孫上香和小喬上陣 趙雲都上來這個位置,頂著他們 還可以上多兩個,我當然是全旅班 後面就放黃月櫻,再加上竹蓉 最後軍師當然要放周瑜出來 發動了三個組合,分別就是猛射指揮 灼燒射擊和磁緩射擊 開戰 一來就燒眼對面,來個火計 對面的軍師已經慘死了 我也不想出其他,完成 一直打到最後,我們就可以打到許槍 就可以獲得赤血刃這件寶物 終於打到許槍了 對面萬多戰力,其實我就贏硬他 不過有得贏當然是贏盡一點 對面第二行有個攻擊手,所以把點位上來 最底他們有個騎兵 騎兵只要找人頂著他,他就沒什麼可以做到 之後曹聰就在第三行,攻擊軍師和攻守 另外兩個弓箭手挪放回去,吃住他們 排好一會,攻擊 燒一燒對面 下面這裡可以不用理會他,因為很快KO 再去鼓舞一下士氣 最後可以燒到東西 基本上我都是不用怎樣受傷可以完成武 終於統一天下 拉麻劍寶物,赤血刃 最後玩這些遊戲當然要加入聯盟 入了聯盟之後記得要每天捐獻一下 你有黃金就捐黃金,沒有捐能力也無所謂 還有我們可以升級聯盟科技,令到攻擊力可以更加提高 我自己比較偏向攻擊型,我就會主要去提升攻擊力 除了主將之後還可以提升士兵HP、攻擊力 還有就會有多些東西玩,例如群雄族陸 玩法很簡單,就是我們要盡力去圍住我們目標的城鎮 只要圍住他之後,我們就可以攻佔他 我先打住這塊地 因為對面是城鎮的關係,所以全部都是弓箭手 我們攻城未必可以一次過攻擊他,最主要看我們扣到他多少血 扣了45萬,不扣到力盡 最後賣單就造成了46萬多點 打完一次之後就可以掃蕩了,讓我掃蕩了 好,佔領了一格 不過攻城就要整個聯盟去打,大家記住就跟盟友一起合作 我們今集就玩到這裡 有興趣的可以在這條影片的內容中,有條連結可以下載 多謝各位收看,謝謝,拜拜